房仲待看房 结果爆出了恐吓伤害的纠纷 就发生在台北市闻山区 据说这里住着主持人 瑞奇的大楼社区 连锁房屋仲介店长带着员工 要进到社区里头看房子 结果被社区的主委给指控说 因为没有事先申请 因此不允许进入 没想到店长弟弟就开始动手 推撞了主委 造成女主委这肩膀有部分挫伤 甚至还吓婚了是一名怀孕的住户 但是房仲也指控说 主委动手现在双方互控伤害 集市企画面中 头戴安全帽的房仲 怒气冲冲不断推着女主委 现场气氛火爆 主委当场挂彩送衣 却闯一盘还有怀孕住户 因此下约 据了解成绩和艺人刘怡新 爆发不合的主持人Ricky 就住在这个社区里头 女主委出面控诉 临近连锁房屋中间的店长 二号上午带着同样是房中的弟弟 和员工前往大楼的二楼看屋 但因为没有委托书不得而入 双方先是发生了口角冲突后 紧接着店长的弟弟 动手推撞女主委 直到警方前男双方也都到 医院验伤 你的动作是互相的一个动作 那个我们的业务员 因为这样子的话 手指也有撕裂伤 主委跟管理员长期 就是针对我们的业务 要带客人全面看屋 百般刁难 双方各说各话 这栋位在文商区的公寓 附近环境宁静 对于房仲带客户来看屋 官员会要求先事先申请 甚至代收看管费一百元 以弥补影响住户居将安宁 这回管会和房仲发生冲突 互告伤害 谁对谁错交由警方后续处理 记者综合报道